普通人练狙 普通人装上脱彩板练狙 兄弟们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你用满配马格兰操作起来 就是比缺配件的马格兰更有手感 枪口是消音器只是声音更好听 弹侠也只是提升子弹容量 加快换弹速度 好像和手感也没啥关联 但是你们有没有觉得 如果只有前两个配件没有屁股 操作还是感觉怪怪的 而如果再加上了这个脱彩板 感觉自己瞬间化身巨神帅的一皮 脱彩板的作用 显得是减少后座力和换弹幅度 听起来好像跟单发剧没什么关联 但是咱马格兰他也只能装脱彩板 所以我们还是研究一下 他到底是不是积累 先来一发 左边是裸枪 右边是装了脱彩板 可以明显看出来 在水平和锤子方向上 后座力都是有明显减小的 但是后座力 马格兰是双举 好像没什么关联 然后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减少晃动幅度 这一点我了解的话 主要是在开往后降低视野的晃动幅度 但在马格兰上 我做了一下对比 墨式也是零作用 所以兄弟们 脱彩板在马格兰上 它就是积累 但是我个人建议你们得拿上 因为你们想枪口式消音 又有快破了 那屁股缺着你不难受吗 我反正贼难受 满配的手感 我心理上都更爽 但是大家反应过来没 这一发子弹的后座力 简单还是蛮多了 所以如果你放在SKS上 这脱彩板的作用 就不言而喻了吧 加上同时还可以减少 视野晃动幅度 这样你连发的时候 瞄准也更舒服了 它就是神配 而不是鸡肋 还有一把枪VSS 如果你有见过一些VSS大佬 他们几乎每局 都会先去找一个脱彩板 然后再去6人 如果有机会 你们体验一下VSS 就会发现有脱彩板 这一箱打起来真的贼爽 不愧是6人神奇 欢乐的一匹 好吧 这就是和平经营的脱彩板